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踢了美跟着Peter一转 带大家来看市场上的币圈的这个价格 以及什么新闻 有一些NFT新闻马哥大家分享 欢迎大家回来 首先Twitter是重要 大家知道Twitter在YouTube 大家知道Twitter 我们这次持续在办 AlphaPass版面单抽奖 请大家在那边抽 第二个的话就是YouTube都更易见 不是财务分析 不是财务建议 要做好之研究 控制好风险重要的 另外我们这边建议带大家看 以太跟比特币 感觉整个市场 似乎在周末之前 礼拜五 今天似乎有点要跌 要跌的感觉 你看以太这个地方在 1800 比特币在1万 2万8000 我们看到一下 OpenSea的整个量 4100万 其实跟上个礼拜我们一直在等 我们在等这个从高位下来 比如说这个之前12345678912天 我们这种高位下来 若同这也算 123456789101112 已经超过12天了 我看一下 Flipp Finance Flipp Finance部分 Flipp Finance 刚才跟大家讲 这三个条线在那边集结 我们这边集结不是一件好事 我如果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量要先出来 第一个通常是粉红色 这条线要先往上走 大家不太卖 然后量在往上 然后价值往上走 大家看起来 似乎现在的卖盘跑出来了 我觉得整个NFT 还是受以太的影响 以太这两天回挡的这个幅度 稍微比较大的话 NFT目前为止看起来 这个地方回挡 幅度也慢慢跑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价格好了 你看这比特币日线图 日线图在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讲过 其实比特币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一次比特币跟以太比起来 比特币走到以太前面 我们看一下 这是日线图 我们看小时图 4小时图 我们看4小时图 我前两天跟大家讲 就是说如果比特币在这个地方 其实 你说他是不是已经跌破这个 三角形 Yes and no 看大家这怎么画 但是我是跟大家讲说 像这种比特币在这边盘的时候 如果他应该是往上走 如果他有办法这种双底 我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做到一个双底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盘 做一个双底 你的机往上走 但是如果没有做到双底的话 就是要V型反转 如果没有V型反转 其实比较怕是这种 就这样子反反反反反反 这很大机会是这样往下走 比较大机会是这样往下走 但现在目前看起来 整个市场上 比特币的量价 各方面还是撑在这里 所以还是比较难讲 比特币现在还是比较难讲 那重点是说 我除了比特币之外 我的以太是什么样的状况 你看比特币的地方 我觉得他比特币在这边支撑着 很有机会 很有机会 这里很有机会 这个面测试又多测试 很有机会这边往下走 特别是周末的时候 那如果你看 我们来看以太好了 今天日线以太这个地方 灌了一根 跌破这个 昨天跟大家讲说 以太跌破这根的反弹的话 通通都是卖点 你看四小时突 昨天这边下来 其实他这个有反弹到上面 如果你看小时突 小时突应该看到 昨天我跟大家讲 以太这个跌下来的地方 这个第一根反弹的话 就是大家可以 这个地方就是卖点 大概1900 然后1900下来往下灌 就灌到1700 这就给200点 今天 那这个地方 我觉得以太的地方 还是在那边盘 我不知道这以太感觉上 我觉得感觉上 以太往下走的机率 还是比往上走的机率高 我不建议大家在这里放空 好不好 我不建议在这里放空 我觉得在那边放空的风险 非常非常高 因为我觉得以太这个地方 不是没有可能往上走 这不是没有可能往上走 因为如果你看四小时图 你看这个 你看这些图 我把这条线 这条线 我今天的话 先把它点长 你看像这个机 以太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它还是 虽然哦 虽然你看这个线是这样子哦 虽然呢 你看它这个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往下 它这个三角形 其实已经跌破了 我们以太从这里下来 它这其实已经跌破了 会怎么样 它跌破了 其实在这个地方 它这已经上来过一次了 一小时 它这已经上来过一次了 它现在往下跌 在这里 在这里有没有 这里有没有 会不会这样往上走 几率不高啊 这边最常会怎么样走 走到这里 走到这里 快碰到这里 快碰到这里 所以持续往下走 再往下走是看多少 再往下走的话 是看1400 1400是多少 1400之前 2017年的高点 2017年高点就在1400 我们现在其实离1400不远 我们现在已经 1700 1780 1800 1780 我们现在其实 我们现在在1780 我们在1770 我们离1400其实不远 那1300就到1400 直注到这个31400 问题是到了1400 我会不会找到一个支撑点 然后反转 不知道啊 重点就是如果 如果这里 其实我告诉你 如果 在这个地方 我不管怎么样 我不管怎么样 我不管怎么跌 对不对 我其实我希望他很快 这样子很快 蹦 蹦 蹦 然后 我如果有办法是这个底 碰到1400 然后这边做一个底 我只要有办法碰到1400 做一个底哦 不要跌破1400 在这个地方 就有机会回到哪里 我觉得就有机会回到这里啊 如果没有1400 保守一点好了 保守一点 我觉得就回到这个2000左右 1400 没有跌破的话 就有机会往上2000 这个东西是以太的看法 好不好 这个东西让大家稍微心里有点底 那今天很大一个新闻啊 就是这个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然后早报也讲说 中国的这整个监管 停止了什么 Stefan Stefan 我们自己跟大家讲 这个跑步的鞋子 在整个币圈跟图圈 掀起了一个风暴啊 那主要是说什么 他这个 他整个中国内部的话 他是7月15号 就会停止 所有的这个 他本来就是 用GPS定位嘛 那你没办法再跑了 那甚至说现在有58万个 全世界58万的人玩这个 那每一天可以赚2000万美金 赚2000万美金的first quarter第一季啊 那大家就是拿这个鞋子之后 拿鞋子你去跑步 买了这个鞋子去跑步 就会有EU EU出来这个币的话 大家就可以去换币 鞋子还可以在在 培育其他不同的鞋子出来 那你买的鞋子有很多种不同的鞋子 还有难度的支分呢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东西 这种游戏 基本上就是你要早期 很早期很早期很早期 讲算是很早期 进场的时候 第一 你要把你的鞋子的钱赚回来 第二 你把你时间跟跑步 我说我跑步时间 把这个健康赚回来 是可以啊 但这个其实后面 就是一个庞氏变局 不是说庞氏变局 他没有办法支撑的 其实你说有什么办法 就是后面的人一直进来 然后把这个EU给到前面的人 那后面的人没有办法支撑 后面没有新进来的人支撑的话 那其实他拍不出来 这么多的EU给大家的 那这种东西 其实最后最后的话通过都是 很大原因理由 都是很大机会 都是会归零的 你看 co-founded Australian Bed Chinese entrepreneur Jerry Huang 还有这个Yong Ron 然后他们这个名字是蛮大的 那他们原本最早 他们其实你看还要请60个人 他们这个其实做的感觉蛮大 后面有好多VC投他们 但是你要知道VC投他们的话 VC第一时间 如果是拿币的话 早就已经套钱走了 VC已经赚了 已经走了 VC不管了 就等他们哥吧 这个东西大家就是 其实两个礼拜之前 我在推特里面就跟大家提醒说 Stefan有点危险 大家如果Stefan上有鞋子有币的话 叫大家赶快把鞋子跟币提出来 我就怕说他第一时间说 我不让你提鞋 不让你提币的话 那基本上大家打 丢进去的时候打水漂 另外这边有个新闻 也是跟大家分享 就讲说Digital ID Digital ID Identity 以后在元宇宙里面的这个ID 我们的人 基本上就是用Evator 那我们这个Evator 我们在里面的这个代 我们的这种所谓的代理人 代理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你看他讲Evator 主要这边会超过Tillion Dollar Tillion的这是几兆 超过这个万亿的万亿的美金 那他其实讲说他这个地方 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利润 那主要在讲什么 如果将来在元宇宙里面 最重要最重要是Utl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一定是Utl为主 那以我们代理人 是一个Non-Fungible Code NFT之外 代理人NFT 那我在里面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这些事情就是相对是Utl 那才可以得到好处 那你看这边Sandbox来讲 Sandbox里面就是里面的Evator 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他指将来我们其实一个很大很大的经济体 就是建立在Evator上 在Evator上经济的经济体之后 在3D元宇宙里面有这个Evator 我们才可以持续做很多事情 不管里面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持续都是建立在这个Evator 3D的Evator上 那你看现在很多很多这种visual representate 这种visual的representation of AI 像无聊猴 对不对 那3D的 这是Flux 这Flux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这是一个澳洲的团队 做了一个毛毛的兔子 他做的还不错 那以及一些不同不同的NFT 基本上他们在3D里面都会慢慢慢慢 在原语就都会有自己3D的Evator 那像我们知道无聊猴也在无聊猴的地里面 有3D的Evator 无聊猴最早就是2D的 这个东西我觉得都是将来值得大家关注的 刚跟大家讲一下市场上 这个币的状况 以及市场上的一些消息 都值得大家关注 那你觉得我视频带给你价值观 推特加入Discord 订阅订阅 谢谢大家 感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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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расск订阅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